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Coco.com 时间是7点33分17秒 我在跟贝姨在聊天 因为今天早上看到苹果日报 有一张照片 结果旁边是林志玲 天哪 真是 谢谢苹果日报的小朋友们 就讲二代补充健保的事情 你知道吗 其实我去年教了很多的二代补充健保 因为像我们这种行业的人 搞费通告费 对不对 好这个二代补充健保 这个降低一点税率 是合法合理 但是我也不在乎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健保制度的健全化比较重要 那自从二代补充健保之后 好像裁员很丰富 那你对于健保的实质上的 这种资源的分配上的精简化的改善 就会松手 对不对 好 谢谢 谢谢贝姨 听我的意见 好 我们今天贝姨来到现场 要给我们的是更智慧型的一些最新的发展 Coco.com提供给大家非常多科技网络界的最新新闻报道 其实这个时间是不够的 如果将来有机会 我们应该更扩大我们这方面的报道 因为现在的网络跟实体世界几乎已经是一半一半重要了 对不对 应该说以前大家说有一个所谓的网络世界 但现在整个世界就是网络 现在的世界是主流的是网络的 所以你很多人上节目说主流媒体怎样 我就笑他们说 现在没有主流媒体 主流媒体就是一个一片网络 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题目呢 为各位介绍的是流线传媒的负责人沈贝宜 我们今天要聊的题目啊 就是刚刚如同扑姐讲的 就是网络已经是整个 不是所谓的网络世界 整个世界都是网络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很生活化的 就连买菜它都有数位化 买菜耶 到菜市场还是去超市 都有 我今天要讲两个案例 一个是说 今天在菜市场里面 你也可以用手机行动支付的故事 然后另外一个是 你只要坐在家里 就会有专人帮你买菜 一个小时内就会送到你家 这两个案例 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家庭主妇啦 或者是就是平常有在 就是必须要煮菜的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很新的应用 那它到底是可以 帮大家节省时间 让你生活更方便 还是它也有可能是一个 昙花一现的商机 这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首先我要来讲这个 行动支付的智慧菜场 这个是最近的新闻 就是支付宝 大陆的支付宝 大家都知道 它在大陆做的其实很厉害 甚至是其实是领先台湾很多的 那它其实已经在很多 除了最早以前是在线上购物 比如说像即将到的那个 1111大陆的光棍节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购物盛事 最早以前支付宝是从网路上的购物开始 它是一个网路上的付费工具 但它现在其实这一两年 非常积极的在做线下的 所以你可能包含你去一些停车场啦 超市啦等等都可以用支付宝账户付款 这个支付宝账户可能是这样 比如说你已经除职 预先除职在里面了 或者是它有绑定你的信用卡 可以自动扣款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例是 支付宝它的官方宣布 中国第一个智慧菜场亮相 它是在温州 温州有一个叫做状元农贸市场 它里面我有看到一些这个照片 这个整个菜市场 过往大家对于菜市场的印象 应该就是比较传统 然后大家都是用零钱小超在交易 但是呢 它的那个菜市场里面 每一个摊位都有一个QR Code 这是专属于你这个摊商的QR Code 所以买菜的时候你要付款 你就是扫一下它的QR Code 输入金额就是付款给这个 不管是卖菜的 卖肉的 卖水果的 它就收了你的钱了 然后呢 未来 就是为了要做这件事情 他们的整个菜市场呢 都要用WiFi覆盖 因为这个所有的交易 都是透过网路的传输 所以比如说你带了 你的智慧型手机 你到了这个菜市场 它是可以上网的 所以你就可以及时 透过扫一个QR Code就付款 然后下一步他们要做的呢 是他们会研发一个 智慧的磅秤 所以当你今天 比如说我买了五颗苹果 然后这个摊商 用这个智慧磅秤秤一下 它上面已经有设定好 比如说一颗苹果是 二十块钱好了 所以当它一秤出来之后呢 它就出现了一个条码 你扫一下 我就直接就是付了这个金额 给你这个摊商 所有的一切行为 以往是它秤完之后告诉你 然后你付钞票给它 它要找钱 那比如说假设今天是一个肉摊 它今天同时在切肉 中间又停下来收你的钱 很多人会说 会不会有卫生的疑虑啦 或说摊商已经很忙了 你还要在那边做找钱收钱的动作 那它现在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 就是你扫一个QR Code就付费完成 那这个当然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比如说像台湾之前也有大家讲过说 夜市里面用悠悠卡付款等等 大家会觉得说是有可能吗 因为如果我本来用一些零钱付款 已经很方便了 到底会不会需要用一张卡 或者是一个手机去付款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新的趋势 一定要啊 因为现在的年轻世代长大 长老了以后去菜市场就要这样子了 是真的吗 对不对 这是趋势 这是温州啊 对 在大陆的温州 而且大家现在都发现 你出门一定要带的东西 可能不一定是钱包 可是就是 你一定要带你的手机 对 手机可以 还是多了一张卡 游游卡可以放在手机里 对 如果说今天你所有的东西 都是透过你的手机 其实它不一定是所谓在你 它其实是让你透过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可以连上网 所以其实连到的是你一个智慧的钱包 你一个云端的钱包 所以所有的行为 基本上你每天出门 你只要带着你的手机 你去菜市场买菜 也只要带着手机 就可以完成你所有的交易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一个最新的消息 它是官方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市场吗 对 它是官方的第一个市营运 然后它说接下来全国已经有50个菜市场报名 它要来加入支付宝的智慧菜场 对 所以这个菜场呢 其实支付宝现在 除了菜市场之外 它以前已经有进驻到超市啦 便利商店 甚至医院 餐饮 或者是停车场 或是就是所谓的那个计程车 那其实现在他们就是不断的把这个线下的支付 把它结合进来 那菜市场就是一个大家觉得很特别的亮 因为它比较传统的地方 可能大概在几年以后 我们大概就不太容易看到说出现拿抽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交易了 对不对 那支付宝这件智慧市场 其实技术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完全是观念的这个突破 那我们不是讲说台湾的夜市啊 也要这样做 那是做悠悠卡 其实台湾的类似支付宝已经开始了 对 第三方支付 所以台湾其实 譬如说我知道今年的资讯月 在12月 他们就特别做了一个展区 是跟行动支付有关的一个主题观 那这里面到时候大家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去看 它有很多台湾的这几家 比如说什么至贯投资的支付宝 然后欧富宝 它是游戏厂商 就是转转 形成立的一家 也是第三方支付的 然后很行动很积极的PC Home 等等 很多家就是这些现在进军第三方支付的厂商 他们其实从下半年开始都陆续在布局 然后随着法令的通过 然后他们现在在申请政府的执照 陆续陆续都会下来之后 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应用 对啊 这过几年大概你的手机 一买到之后 这个一设定就是你所有的信用卡的支付 跟你的 搞不好你的账户都还可以连结在一起的 对不对 这个是 以后出门只要带一只手机就好了 真的呢 因为手机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东西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 对不对 智慧市场 等一下还要谈的是什么 我们第二个谈的也跟买菜有关 它是你只要坐在家里 就会有人帮你买菜送到你家 那你这个所有的行为呢 就透过手机的APP 以往我们以往讲的说买菜到辅 它是你可能是像一个线上购物商城 像台湾现在有很多 你还要点购啊 现在有很多什么好鱼网啊 买菜的啊 我的朋友开的爱饭团 然后他们是可以在网路上你可以点选 然后一些不管是生鲜的或是食材 它帮你送到府 然后我这次要讲的这个案例呢 它是一个东南亚的一家公司 它是在印尼发迹的 那它即将要登入台湾 它在这几个月 大家如果有时候在上Facebook 会发现很容易被它打到广告 有可能刚好我是一个女性的族群 会被它吓到广告 我看到就很多 它就是这个厂商即将要登台 它是怎么样 它是有一个专人去帮你买菜 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说 有一些线上的那个订购 我不知道它食材从哪里来 我可能不放心 但是比如说有些主妇 他可能都去固定去某一些超市 或者有机超市 或是生鲜的 我习惯的是那家超市的货 我觉得我比较安心 但是有的时候你很忙 比如说下了班 超市都关门了 或者是有些主妇 他可能比如说要接送小孩 就占据他很多的时间 买菜这件事情对他而言 这个蛮重要的 蛮好玩的 他就是变成一个管家了 就是这个专门放你买菜的管家 对不对 那如果每一个管家 都可以用这样来分担的话 也不错 7.43分26秒 不过我们家有个陈妈妈 那我要跟陈妈妈讲 他的竞争对手已经要出现了 马上回来 希望他没有订单 他可能再订 陈妈妈好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7点47分25秒 你如果很忙 没有时间买菜 然后家里面又要做饭的话 那就可以找帮手 来帮你去买菜 而且他不是说 他是一家 他有什么菜给你买 而是你可以量身定制 客制化的买菜呀 对 他是一个app 然后你下载之后 这个app现在是已经在 一直在台湾打广告 但还没来 但是我看了他的那个 因为他在国外已经上线了 他的界面就是这样 你第一步呢 你先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超市 所以不是说你只是选食材而已 是一个你可能习惯去shopping的超市 然后第二步他就会秀出很多分类 比如说今天我要买的是蔬果类 他就有一张一张的图片 你可以看到说青江菜 大白菜啊等等 点了之后 就选好了 之后你就告诉他说 你想要多久拿到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小时内 比如说想要 我快要准备下班回家了 我就选择这个时间 或者是说 明天有朋友要来我家开party 所以我选择的时间是明天 我订好时间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专门 我们就称呼他为跑腿小弟好了 他就会去帮你去 你指定的那个超市 买你要的东西 然后重点是 你可以透过这个app 随时去监控现在的进度 你可以看到他说 比如说他已经出发了 然后他已经在超市里面 正在挑选 然后或是他在 到回你家的路上 你都可以追踪那个进度 就像我们在看那个快递一样 然后他到你家之后呢 你再付费 你可以选择你要用刷卡的 或者是你要现场付现金也可以 那当然他在做生意的时候 他还标榜 他说如果这个菜买到你家之后 有些菜你不满意 比如说你觉得 这个青菜看起来很不新鲜 所以某些部分我要退货 他也接受 所以这是一个 从东南亚要进军台湾的 这个厂商 他其实从印尼发机 现在已经在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扩点 然后即将要登入台湾 那这是一个 就是很特别 他也是一种 所谓的O2O的服务 他是帮你节省时间 对 而且他是专业达人 他应该把那些人训练的 还不错 对不对 那到底赚什么钱 跑腿钱呢 对这里面就会有 有这个 我觉得还不错耶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网络世代之后 有新的行业会出来 那他并没有剥夺人工作的机会嘛 对不对 只是形势不同了 你可以说他某种程度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对啊对啊 对就像 我们讲说 台湾现在也有那种外送餐厅 像Food Panda Food Panda他就是 你在家里面随时点餐 而且他强调的是说 像以往你在点外送的时候 是有少数餐厅有外送 对 但是他就是涵盖各式各样的 从素食到中餐到西餐 美食餐厅 Food Panda那个在台湾的负责人 他其实是从海外回来的嘛 我们访问过他 后来我就发现 街上那个Food Panda真的很多耶 他们标榜是他们比较 他帮你送 帮你把餐厅的东西送到你家 对 然后因为他有保温措施 对 然后他里面 当然他就会收你一个手续费 手续费 对就是这个 deliver的这个运送的费用 现在真的好奇怪 现在就说 因为网络是无空间限制的 那所以就一家行业 把空间上的问题 对 帮你逼补起来 来赚你的钱 对不对 然后他的服务呢 是实体的 专业的 对对对 其实实体帮你 对啊 他帮你去拿 然后送回来 但是他透过网络 作为一个一个 媒合 或者说你可以预定 然后以及把付款 这个事情完成 是刚才贝宜讲到的 这些所有服务 他特别提到了app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都是行动的 这个平台 对不对 对 我请问你 这个app上面 有那么多东西 那要上app的这个厂商 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呢 是软体的开发吗 还是去app上面去登记呢 好 app的开发呢 他本来就是有 比如说现在大家有 iPhone的手机 或是Android的手机 对 然后这两个各式不同的系统 我们就讲说iOS的系统 跟Android的系统 所以你就要去开发这个程式 你就当成像以前 我们电脑里面的有程式 那开发完之后呢 你要送审 因为这两个分别是苹果阵营 跟Google的阵营 对 所以你开发完之后呢 你要上传到一个这个 App 这是Apple Store 或是Android的这个Store 它都叫App 对 它都是App 然后你上传之后 他们会去做一个送审 那像Google的审核 比较简单 他会 他就是做一些基本的 比如说 确定你不是三色星啊 暴力啦 违法啦 哎呦 所以黄历成那个一期 就是这样来的 就被下架 对 因为有疑虑 对 所以是工程师写软体 去申请来的 对 然后你就上传 所以不要付钱给那个 这个 苹果或者是Google 如果今天你这个软体 是免费的话 你就不需要额外的付费 可是呢 如果你这个软体里面 有用到 苹果的付费 或是Google的付费 他们当然要抽成了 他就会抽成 而且他手续费很高 所以写软体 要有专业的软体师来写 所以要付费给软体 工程师 一般人不会写吗 一般人 现在有很多人在自学啊 所以很多人就会写 APP的这个程式 然后就可以赚钱 是不是 像最开始 就是好几年前 智慧型手机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 这样的工程师很少 对 所以那时候 开发一个APP的成本很高 那这样的工程师 也是很 薪资是非常高的 但台湾你也知道 就是我们IT人才是最 最厉害的 有很多 比如说本来在硬体厂商工作的人 他就离职了 他就自学 他就自学 对 自学完之后呢 就开发 因为台湾其实 台湾就是一个工程师岛 有很多会城市的人 是是 然后他自学成功之后呢 他也可以在外面自己接案 或者另外组公司 所以你看其实现在很多台湾的新创公司 都是以APP为base的 好 那申请下来之后 如果是免费 那你 那你 那你这个 将来这个APP的这个 这个 这叫 这叫平台吗 要有维护费吗 你就要想办法 开始宣传 让很多人来下载 这个跟那个 我们一般用的 什么.com 什么网站 有什么不一样 网站是一个 怎么讲 是用internet 对你是连 你是透过你的浏览器 去连到那个网站 那APP其实是一个软体 你是把它下载在你的手机里面 对 所以呢 比如说大家讲 像我们也有啊 我们黑带范姆也有 对不对 有APP 然后那APP跟网页 当然它在功能上有些不同 比如说 APP有主动推播的功能 所以你像大家下载APP之后 你实际上会 被收到一些 比如说最新的新闻消息啦 或者是 最新的 比如说你刚刚 购物的推荐等等 那这个就是跟 一般的你说用 网站 就上网的差别 网站它是比较被动的 我要等 这些读者 自己主动的连到我的网站 网站上来 因为它没有这个 行动的这个连结的意思 是不是 它没有办法 因为它不是下载的一个软体 在你的装置里面 是是是 好 那所以它将来还要继续 每个月都还要维持费啊 什么的 如果对 当然因为这个 因为一方面 你看现在一只手机不断在推成 对啊 然后它有很多新的 新版的作业系统 所以你要一直去 那如果下载人太多了呢 下载人太多 就是你要 所以你要维持下去 你要维运它 所以 App这个 所以黄历程的App17 已经投入一些投资 意思就是这样子嘛 硬体跟软体 App就 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都在用手机 现在变成 每一个人都是一只手机 或者是两只手机 对 所以就变成 手机就变成消费对象了 对不对 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用电脑了 对啊 对啊 我已经好久没用电脑了 哈哈 我连写稿都没有用 用电脑 只有在电台的时候 用电脑 好 这个非常谢谢 谢谢贝宜 谢谢